世貿組織的上訴機制 現在沒有任何成員 本來這個上訴機制應該有七個成員 當有一個投訴的時候 應該在上訴機制裏面 是用隨機的方法 選三個在機制裏面的委員 負責審理那件事件 以防出現對國家的偏差等等 去到去年的12月18日 最後三名機制成員之中的兩個 亦都任期戒滿 所以在去年12月18日以後 根本上訴機制無法組成三人審理團 去審理任何案件 而最後機制上的成員 亦都在今年的11月30日任期戒滿 換句話說 現在目前在世貿上訴機制 是沒有任何成員 可以處理任何上訴的問題 當然世貿組織屬於聯合國的組織 所以聯合國裏面有119個會員 是世貿組織的會員 所以這個世貿組織會員 就希望重新找到人去做這個職務 但是美國那邊就說 在這個世貿組織裏面 上訴機制很多事情 是未能解決 所以他就不肯 被任何人可以繼續做這件事 結果現在就沒有了 世貿組織的機制完全停擺了 現在中國出來說 他會努力希望可以重新建立這個 世貿組織的上訴機制 本來的機制那些7個成員 都有不同的任期 每個任期是4年 而且可以再續4年 最多是8年 而他裏面也有主席 主席就是做一年 可以最多續期做一年 但現在全部沒有了 本來那些委員之間 時間是有不同時間去離職 所以可以繼續 現在完全沒有了之後 重新再委任任何的成員 都會成為一個很大問題的事 要成為這個上訴機制的成員 一定要對這個機制是有相當的認識 也都會屬於一個權威人士 得到國際的信任 現在要找這些人 相信是幾難 尤其是最少要等現任的美國總統下台 希望新總統可以幫忙出現這件事 到目前為止 我相信美國仍然有很大的 所謂Veto Power 即是那些否決權 否則的話 這件事沒有理由搞成這樣 我不知道詳細內容 我不知道詳細內容 我只知道現在 世貿組織上的上訴機制 現在完全停擺了 所以澳洲這裏 要向世貿組織上訴 關於中國對葡萄酒 要徵收懲罰性關稅這件事 有時間搞了 這樣就沒有上訴委員會 你哪有人處理這件事 結果就是 現在大家明白 為什麼那些國際組織 是應該互相尊重 但是在去年我們有一個 在過去幾年 有一個不尊重國際協議的美國總統 所以搞到國際之間有很多問題 相信我們需要一個非常強大的領導 重新將這些組織激活